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听起来像是恐怖电影的剧情 但却是这次探索旅程中的真实存在 巨型虎鱼因其醒目的老虎般的条纹而得此名 但是让它成为河流怪物的并不只是它醒目的皮肤图案 正是它庞大的体型和恐怖的张口使它得此名 虎鱼可以长到1.5米长 重约50公斤 每颗犹如匕首锐利牙齿 各个尖锐 其中最长的可以达到2.5厘米 试着想象一下 在清晨游泳时遇见一只巨型虎鱼 那绝对是惊悚的体验 但是别让恐惧下走你 还有更多的世界和流怪物等待你的发现 第九名巨骨蛇鱼 我们将离开非洲的原野飞越重阳 深入亚马逊遥远且生机勃勃的心脏地带 这一次我们会遇到的是藏于亚马逊河漩涡之下的怪物 那是恐龙和巨大鱼的混合体 你或许从未想过 会在亚马逊河中找到一种恐龙般的生物 然而这只生物的体型和力量绝对不是闹着玩的 想象一下一只长度达到4.5米 体重超过200公斤的巨型鱼 在和水中游泳 那定是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 毫无疑问 对于在亚马逊河生活的生物来说 大小就是一种统治力 不仅以其庞大的体型著称 还以其坚硬如盔甲的鳞片让人畏惧 这种鳞片如此坚硬 以至于能抵御食人鱼的攻击 尽管体型巨大 它们的食物主要以更小的鱼类和甲超类动物为主 然而 尽管这种鱼看似强大无敌 其最大的敌人却是人类的过度捕捞 第八名红尾鲜鱼 我们将继续在亚马逊的冒险中前行 亚马逊红尾鲜鱼将是我们的下一站 你可能已经猜到 红尾鲜鱼并非是你可以轻易小看的河流鱼类 红尾鲜鱼以硕大的脑袋和长而锥形的身体作为雕质 这种鱼的身长能达到1.5米 体重80公斤 让我们不能忽视的 还有红尾鲜鱼独有的火红色尾巴 那让它看起来更加充满野性 这种红尾鲜鱼实是非常有状态的水下怪兽 它生活在水底以巨大的嘴为武器 几乎什么都吃 水果 坚果 水生植物 以及其他鱼类 甚至陆地动物都可能成为它的盘中餐 你可以说它的菜单是多样而广泛的 所以 想象一下这种怪兽铺饰的场景 那必定让人畏惧又震惊 第七名 巨型黄鱼鱼 巨型黄鱼鱼是一种体型相当庞大的淡水丝红 生活于泰国湄公河中 是目前已至最大的红科类 以及最大的有毒鱼类 还有是世界最大的淡水软骨鱼类 以及最大的淡水鱼之一 巨型黄鱼鱼一般身长可达1.9到2.4米 最大身长可达4.2到5米 宽1.1到1.9米 重达200至350公斤 是基尼斯世界纪录上最大的垂雕淡水鱼 在捕捉这些鱼时一定要小心 因为每条黄鱼鱼的尾巴根部都有一根毒刺 澳大利亚的野生生物专家史蒂夫欧文 就是在2006年被一条黄鱼鱼的倒沟刺穿胸膛后去世的 如果你之前认为黄鱼鱼只是海洋鱼类 那么现在你的想法必须改变了 试想一下 存在着这样一种生物 它的身体如此平展 足以覆盖一座河畔住宅的特大床 能在这片广阔的江河之中傲然生存 这个生物不得不令人感到惊叹 2009年 美国节目主持人杰夫 柯温在泰国湄公河偶然捕获了一只巨大的淡水黄鱼鱼 它的长度达到了惊人的4.7米 宽度竟然有2.3米 如此壮观的场面 不得不让人惊叹 第六名是粗壮的湄公河巨鱼 是种巨型碾鱼 是东南亚湄公河特有的一种巨碾 由于过度捕鱼 水质污染及上游兴建水坝而接近灭绝 和全球最大的青蛙一样 全球最大的淡水鱼被列为极度宾威 是宾临灭绝的动物 它的重量达到300公斤 长达2.7米 但不像大部分的鱼类 这个巨物的体表却几乎无鳞 平滑如镜 它们的尺寸虽然巨大 却如同城市中那些巨型建筑一样 一片安静平和 主食主要是藻类和浮游生物 这让人感到惊讶 原来这个巨大的怪兽 竟然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亚洲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就是在2005年 被困在泰国北部的一只巨鱼 这只巨鱼的体重 达到了惊人的300公斤 接近三米长 这样的大鱼 足以养活全村的人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有趣 那么为什么不点个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因为我们还会带你看到 更多精彩的内容 更多身临其境的惊险探险 第五名 尼罗河尖吻炉 那如幽灵般存在的尼罗河炉鱼 现在 我们要展开揭秘之旅 探寻这神秘的尼罗河 挖掘尼罗河鲁鱼 那如幽灵般的秘密 这是一种游戈于水域的猛烈掠使者 它们前行在非洲最长的河流中 光滑肌肉紧实的身体 无声无息地穿越水面 这种鱼可以长到惊人的2.2米长 重达200公斤 因此 尼罗河鲁鱼 被誉为世界时大弹水鱼 它们身上闪闪发光的银色鳞片 宛如夜幕下的幽灵 让人惊讶的是 当尼罗河鲁鱼在20世纪50年代被引入维多利亚湖 它们的数量在短短的时间内爆炸时增长 引发了重大的生态变化 几乎干掉维多利亚湖中大部分原生鱼类 尼罗河鲁鱼也是每一个钓鱼者的梦想 它们的巨大体型 让众多钓鱼爱好者向往不已 历史上 有一只重达215公斤的尼罗河鲁鱼 曾在刚果河的一条支流中被捕到 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想象一下 捕捉到这样大的鱼 需要的耐心 力量和决心都是无法估量的 这绝对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 但谁又能抵挡住这样的挑战呢 第四名 欧洲威尔斯鲜鱼 现在让我们再深入一些 直接潜入欧洲川流不息的河流 河水中洗涤着的 就是这只真正的水中巨物 欧洲威尔斯鲜鱼 如果你以前以为 你家附近湖里的鲜鱼已经够大了 其实那只是你见识了的大鱼一角而已 等你见到这只淡水巨物时 你会被其力量和体型震惊的 欧洲威尔斯鲜鱼 可以长到惊人的四米以上 重量达到超过三百公斤 如果你知道这一切 你就会明白 其实见到如此恢弘的身躯 就仿佛见到了传说中的尼斯湖水怪 它的身体黏糊糊的 没有鳞片 只有三对突出的处须 所以也被称为六须鲜鱼 而当你握着钓杆 准备与支对决时 你会发现 这个贪婪的捕食者 也是一名机会主义者 它们不管是小鱼 鸭子 甚至小型哺乳动物 只要有可能 就会选择一网打尽 它们总是在寻找下一顿美餐 像加飞猫一样 享受着河流生活 面临这样一只水中的猛兽 你是如何准备 开始这一场与鱼的对决呢 第三名恶雀山 让我们开始北美洲的探索 现在 我们即将面对真正的 和中巨怪恶雀山 这种生物 原本驰骋于北美南方的流域 它的身影 是史前时代的影子 被誉为生物进化的活化石 它的存在 会让你怀疑 你对所有鱼类的了解 恶雀山 身体细长 口吻尖锐 犹如鳄鱼一般矫健 它的牙齿 锐利而密集 能轻易撕开猎物 而它的铠甲般的鳞片 甚至能够抵挡刀斧的劈砍 这种生物能长到三米以上 重量超过150公斤 在星光照耀的夜晚 你可能会惧怕 与它共同游异于黑暗之中吧 这是一种古老的生物 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数百万年 然而 由于环境导致的栖息体消失 和人类的过度捕捞 都让它的数量急剧减少 所以 现在我们不仅需要保护它 而且要尽可能地保存这些活化石 让我们的子孙 也能对它们肃然起敬 第二名 我们即将探索的是一种独特的淡水鱼 这是一种被称为 寻的神秘而庞大的生物 亡者的出现总是带有无比的震撼 这一刻我们迎来了黄寻鱼 看似平凡却充满魅力的外形 为其赢得了鼠之不尽的称赞 这种生物 以其庄严的体态 通常超过4.5米的长度 和超过700公斤的体重 让人不由地惊叹其巨大 黄寻鱼一条流线性的身体 上面镶嵌着一排 由古板组成的盾牌 这些被称为 Scoost的宝盘 仿佛时期战士的勋章 使其看起来更加威猛 而它的鼻端 装饰着感官处须 这是大自然馈赠的神奇工具 让它在昏暗的水下识别方向 白群主要栖息在 深度适中的大河和河口 它们是底部的掌控者 以其他小鱼 甲鞘动物和软体动物为使 尽管它们庞大的体态令人畏惧 但它们却是非常温顺的鱼类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碰到一只鱼鱼 是一种难得的 而且令人惊叹的体验 第一名撒旦鸭嘴碾鱼 我们要深入美洲南方的幽暗河流 追寻那被冠以黑魔鬼之名的 撒旦鸭嘴鲶鱼 这是一种神秘且强大的生物 它神秘的气息 有着淡水鲨鱼之称 撒旦鸭嘴鲶鱼的身材 令人叹为观止 它的体型巨大 可长达3.5米 重量更是超过200公斤 这是一种力大无比的生物 拥有能轻松施加距离的肌肉 它犹如一股纵横似海的汹涌力量 威风凛凛 不可抵挡 这只魔鬼鱼颇具恐怖之感 黑色的光滑皮肤 巨大的 张开就能完全吞噬掠食者的嘴 那嘴里的一排排锐 例如错刀的牙齿更是害人 一旦咬住 便无法挣脱 诚然恐怖 最大尺寸的撒旦鸭嘴鲶鱼 是在一处瀑布附近捕获的 重达200公斤 可以想象 哪条巨大的鱼 在宽阔的河流中穿梭 其强大的力量和庞大的体型 不断挑战着我们的想象力 无数痴迷于垂钓和水域探索的人士 都被其独特魅力所吸引 因为它是野性的代表 是大自然力量的真正展现 这个生活在南美洲河流中的生物 如同南美河流的精神象征 狂放 坚韧 不驯 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情 继续在这条千遍万化的河流中前行 寻找我们的下一个挑战